海贼王,倘若索隆学会了四刀流,那么他的第四把刀应该怎么拿? 如果要说海贼世界中,真的有天选之人,在我认为这人不是陆飞,而是索隆,索隆其实才是最重要的角色,他可是天之骄子,因为打败鹰眼的人,必然就是他了 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,那股背负的力量,还有冲进,是其他人学不来的 现在的索隆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,特别是来到了和之国,这是一个跟鸣刀相关的国度,而且每个人的剑术了的,那么索隆会不会在这里学会四刀流呢? 他又会怎么样拿第四把刀?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吧 和之国人均二刀流,和之国人均二刀流,这应该是一种共识了,一开始是从大蛇说起,他的标签就是二刀流大蛇,后来轮到了玉田,再到现在的九霞,基本上都是二刀流高手 更重要的是,他们都会流英大气,这比之前的剑气还要厉害,索隆在和之国到处吃饼,也是这个道理,对上霍金斯差点就输了 狂死狂也能跟索隆打成平手,甚至可以说是比索隆要强点,那对比一下,索隆就完全没有优势了,而且现在还少了一刀 索隆不升级难以打败三栽,现在纵横剧情来分析,如果索隆再不升级的话,那么索隆就相当于没用了,现在的索隆被阿普给缠绕,还打不赢 那就不用说三栽了,阿普只不过是超新星,如果阿普实力比三栽强的话,他应该早就上位了 这也说明了阿普没有比三栽厉害,那么索隆想要往上一层的话 他就得要对付三栽,但以目前索隆的实力而言,是不可能打赢三栽的,除非他学会了四刀流 这是索隆突破极限的一种挑战,也是打败鹰眼的必经之路 那么索隆的第四把刀怎么拿?倘若索隆领悟了四刀流 那问题来了,第四把刀他应该怎么拿?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,索隆连嘴都用上了,就没地方拿第四把刀了啊 于是网友就大开脑洞,又是有,只不过位置很尴尬,第四把刀应该就是放在屁股后面了 两个屁股,相信大家都听说这句话吧,后背的伤疤是武士的耻辱 那么如果第四把刀放在屁股后面的话,就完全可以不用担心后背会被人砍出伤疤了 当然,这都是网友的脑洞,不过也挺有意思,如果索隆的四刀流是这样的话,你还会爱索隆吗?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 再见